南京明故宫是明朝京师应天府的皇宫 几经浩劫如今的明故宫 虽不限当年的朱强经顶琉璃瓦 但他气势辉煌的风貌 方正对称的规划 早已悄然流进北京故宫的血液中 郑老师 为什么南京也会有一个故宫呢 故宫就是过去的宫殿 所以叫故宫 故宫的前身叫紫禁城 北京也有紫禁城 其实这两个紫禁城是很有渊源的 南京紫禁城是十四世纪末 那时候朱元璋首相建的 北京紫禁城是十五世纪初 明城主朱棣手上建的 那么有的传承关系 它的规模都比北京的紫禁城都大 北京62.5平方公里 它是100平方公里 它大 现在你看这非常可惜 对 比北京规模大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遗留下来的东西 几乎都没有了 关键是他经历了战争 没错 第一次被毁 就是还是建文帝的时候 当时呢 禁难 禁难之意 那么朱棣 攻进来了 一把火锅都收了 后来清朝的皇帝呢 他要利用明工程的那些材料 那么就拆了很多 再沉重的打击 就太平天国的时候 工程啊 这些 人家这些 他也又回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他经过几个朝代 但是他没有一个复兴的机遇 我现在看到这个城墙还是完整 至少这一段完整 这是后来修的呢 还是说一直完整地保留到现在 基本都是原始状况 但是呢 危险的地方 或者存在一些隐患的地方 进行了加固 这是文物保护 现在修缮呢 比较好的案例 就是他是希望不改变文物的原状 然后呢 最大限度地保留他的历史信息 是 叫人们看到他的历史的状况 不是叫做烦恼环童 没错 就是不是再给他重新 给柴条重新建 其实下一代的人总希望把它恢复了 您说对了 过去的做法呢 往往在昌盛的时期 把它附建起来 比如我们四大名楼 没错 这是传统 但是这个修复呢 这个一定要呢 有充分的依据和有必要 没必要不要修 是 有的时候我是鼓励修 你比如像北京的永定门 它呢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 它是北京7.8公里的城市 中轴线的南端 如果没有永定门就没有南端了 没错 所以呢 就要给它修起来 但修的时候呢 因为它在道路的中间 又跨着一个桥河流 就说那就退后四十多米 给修起来 我们坚决反对 说要么你就不修 要修你就创造条件 原地 在原地 原位置 原形制 原工艺 原材料把它建起来 这才人们看到的永定门 那么另一种啊 另一种 我再说一个例子 另一种呢 比如雷锋塔 雷锋塔呢 当时清华大学的 这个郭戴恒教授 受杭州市委托 把雷锋塔修起来了 对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确实他修的雷锋塔 包括金属材料用的 他的也是跟原来的 不是完全的 一样的这样的尺寸 但是呢 他跟我讲理论 我接受 就雷锋塔 经过考古发掘 1924年倒了嘛 这个基础被挖出来了 包括地宫 这些是说 你不能叫他风雨 这么的 紧实的 想要盖一保护棚 但国家盟局 没说你那保护棚 盖方的圆的 零形的什么 他说 我就建一个塔形的保护棚 我这些塔形的保护棚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双坛 参与进冠冠 对 他只要下面的那些 残垣断壁 包括他的地宫 依然保持得很好 人家进入到这个场景以后 他切实的体会到 他的历史的沧桑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这种恢复 也是有一定